这是一种看着就令人头皮发麻的节制动物 有人叫它前串子 也有人称它为草鞋底子 草鞋虫 它的学名叫做油盐 这是一种纯足刚的节制动物 和我们常见的蜈蚣是近亲 人们对于生物最直观的印象 往往来自于它们的外部形态特征 油盐令人害怕的第一印象 就是因为它腿多 油盐每个体节有一对组 一共15对组 相比于它的远亲贝族刚的马路 每个体节有两对组 油盐的腿就有点相形见绰了 所以有时候蜈蚣和油盐也被称作为百族虫 而马路则被称作为千族虫 但是油盐并不是生来就这么多腿的 它们刚孵化出来的时候是四对组 第一次退皮后增加一对组 也就变成五对组 之后又会再退皮五次 每次增加两对组 所以成年后的油盐一共是15对组 虽然腿多 但是它们的腿却很容易脱落 掉几条腿 似乎并不会对它们的运动 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不过如果一半以上的腿都掉了 那肯定就会有影响了 说到它们的腿 专业的说法应该叫做不足 最有趣的一点 莫过于它们攀爬树枝时候 不足的行为了 当需要在树枝上攀爬时 它们会通过足前端的前肤截拳区 缠绕在树枝上 这样在爬行过程中 就不会掉下来了 有点类似于我们拿着绳子 往杆子上甩 绕在杆子上的动作 油盐第二个令人害怕的特点 就是它飞快的爬行速度了 它们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节肢动物 每秒可以运动42厘米 爬行速度快和它们腿和腿之间的配合 有一定的关系 油盐这么多腿一起协同工作 在高速镜头下你就能看清 它们运动是腿与腿之间的运作模式 油盐的腿在运动过程中像波浪一样 依次起伏 也有人称之为波浪同步 看起来是有点像 在运动过程中可以观察到 它们身体末端有一对足 特别长 有点像触角 这对足叫做钢足 不直接参与行走 在高速跑动的时候 起到平衡身体的作用 那么最关心的问题来了 它们会咬人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了解一下它们吃什么 油盐的头部有两个大大的眼睛 这两个眼睛并不是腹眼 而是由单眼组成的伪腹眼 视力发达 但是它们并不是靠视力来捕猎的 而是靠着头部长长的触角 油盐的触角是嗅觉和触觉的主要感受器官 它们通过触角寻找猎物 然后冲上去抓住猎物 它们捕食的对象 就是和它们生活环境相似的 蟑螂 蟑虫等 油盐胆子非常小 加上爬行速度非常快 所以除非你眼疾手快 并且不小心按住了它们 它们才可能咬你一口 所以并不可怕 但是如果在家中经常看到油盐 一定是这个小家伙发现房子里有不少它的捕食对象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醒你 注意家里的卫生状况了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探寻城市的精灵 寻觅丛林的故事 那就点赞关注和收藏吧 这里是TIC密件丛林频道 请不吝点赞关注和收藏